我們目前看到這個重啟核四的同意票 1657票不同意是1899票 目前真是拉鋸 而且呢這個不同意票是稍稍多過於同意票的 那反萊豬呢是同意票呢 目前稍稍贏過不同意票 公投綁大選也是223票 對上226對上233也是非常非常接近 那當然目前才開票20分鐘啦 還有得開呢 可是呢在核四這個選項 其實以目前的開票趨勢 我們真的是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它的爭議真的是 現在就是 我覺得就是兩兆雙方你知道嗎 性者橫性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 那蔡政府就直接告訴你說 是拼裝車不應該重啟的 可是呢王柏輝廠長說 核四原子爐是最新的 由東芝日立三菱重工所做的 而且非常的安全 勝過國內所有的工程 是組裝不是拼裝 那當然呢 這個蔡英文政府呢 一直在強調說 蓋在S斷層活動斷層上頭 就可以發生一個超級強烈大地震的話 非常的危險 那也有一派的說法說 那一旦真的這麼超級強烈大地震的話呢 應該是台北市就整個台北都完蛋了吧 那還有說核廢料放哪裡 那最多論述說核廢料放你家嗎 諸如此類的 那包括了像是這個重啟經費的部分 還有重啟時間 以及未來我們的電費會不會飆漲 這個也都是雙方所爭論的主要議題 那目前看來這個重啟核四這個部分 剛剛王國會廠長說 他覺得應該還是 是呈現一個拉鋸的情況 大謙委員你怎麼看 的確就是說 當然我們對於台灣人民 要不要選擇核能 我們完全是抱持一個尊重的立場 但是在台灣人民做選擇之前 我認為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政治人物 都應該要給台灣人民一些正確的知識 那麼讓大家得到了完整的資訊 正確的知識之後 讓台灣人民自己來做決定 但是顯然到目前為止 這個其實台灣政治 其實就好像剛才畢如姐講的 核能已經變成是一個 政治攻防的一個這個神主牌了 就對某些政黨來說 他反核反到底 那麼對某些政黨來說 他可能對於核能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核電要有一個比較公平的 或者是一個更公開的一個平台 讓大家來分享資訊來進行討論 相對來說就變得非常困難了 那麼有幾個訊息是大家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就是如果今天我們說因為核四很危險 在蓋在什麼S斷層的這個活動斷層上 但是大家知道民進黨現在不要核四 他不要核能 他接下來50%的發電要走什麼 要走天然氣發電 天然氣發電不用蓋那個天然氣儲存槽嗎 每一個天然氣儲存槽就是一顆炸彈 他不管蓋在哪裡 大家認為S斷層地震發生的可能性高 還是那幾十個遍佈在我們北台灣的 天然氣的這些儲存槽更危險 大家要重新來做評估的 第二個問題來了 就是說事實上我們看到的 由於這個氣候變遷導致到 事實上這個像歐盟很多先進國家 在這一次的聯合國氣候會議之後 紛紛都做出了宣誓 那麼我們看到了歐盟在2026年 這個2026年的1月1號開始 馬上就要科徵所謂的碳邊境稅 什麼叫碳邊境稅 就是如果今天台灣輸出的產品 沒有辦法做到這個碳中和 沒有辦法做到零碳牌 那麼這些產品要進入歐盟市場 都必須要被瞌睡 那大家想一想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台灣的產業馬上就會面臨到 非常重大的挑戰了 那麼到底什麼是這個所謂的綠能 至少目前在全世界的這個標準裡頭 核能算是綠能 風力發電是綠能 這還有什麼地熱發電 水力發電 潮汐發電 這些都是綠能 但是天然氣發電跟燃煤發電 絕對不可能是綠能 所以如果今天民進黨所端出來的 這個能源結構的這個相關的政策 是告訴我們說50%的天然氣發電 然後維持了30%的這個燃煤發電 80%未來在台灣的能源結構裡頭 都不是綠能 那麼台灣的產業究竟要何去何從 現在幾乎所有的風力發電 都已經被台積電買下來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台積電沒有辦法做到完全綠能 的這樣的一個生產模式 台積電以後在這個市場上 要進行競爭 它都會有面臨到一定的挑戰跟門檻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我們就要認真的思考 這已經還不只是說台灣會不會缺電的問題了 這是台灣的產業 在面對未來新進國家都要科增探邊境稅的時候 我們究竟應該要何去何從 好 在這邊我先請教淑慧 目前我們看到開出來的這幾項 其實重啟核四反萊豬還有公投綁大選 這個同意和不同意五五波很接近 這個我們其實之前大家也是有預料到 這是民進黨的 民進黨有幾 這次的公投會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當然就是公投過關 公投過關不管過幾個 哪怕過一個過兩個都沒關係 之前大家在說什麼三加一是這樣 沒關係公投過關 因為為什麼我們之前就在評估說 當民進黨喊成四個不同意 然後我們喊四個同意的時候 其實很多民眾就是都會蓋一樣的 他很難說我一個 第一個慢慢看同意 第二個再慢慢看不同意 其實到最後大家都變成說 已經有意識決定了 四個同意四個不同意 所以投過生就過 投不過生就不過 所以第一個就是都過了 門檻到了 投票率要超過四成以上才有機會 第二個就是 因為門檻太高的問題 公投脫勾大選之後 所造成的必定的結果 就是公投都不會過關了 鳥籠 重回鳥籠公投 這個時候就會有第三個狀況 到底是同意票多還是不同意票多 所以會有這幾個狀況 但是剛剛大家都在講核四 我覺得核四這個議題 告訴民進黨是一個民進黨的很大的警訊 為什麼 我曾經去找一些歷史資料 大概2013年2014年 尤其是2015年台灣反核的這個聲浪 到達一個最高潮 最高潮的時候 反核的民調高達六成五 六成五 也就是台灣不管是民進黨的 或是中間的 或是年輕人的 都相信我們要有非核家園 反核四 所以後來那個時候 馬總統才會做出說 核四封存的這個決定 這個決定是希望說 他既然已經做了九成多了 可是如果現在民怨過半數是反對的話 我先把它保留下來 留給後面的人來決定 留給後面 結果這個後面很快 這五年之後 大家就要做這個決定了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五五波裡面 象徵什麼呢 現在反核的人已經大量的減少了 已經大量的減少了 你說否則目前趨勢看起來 不會這麼接近 當然 因為光是這個投票前的民調 光是投票前的民調 反核的人已經只剩下四成了 反核四從前只剩下四成了 跟我當 跟剛剛說2015年六成五來說 已經少了兩成五了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比例 為什麼 因為這五年是民進黨執政 你執政了以後 結果不相信台灣可以沒有核能的人 越來越多 覺得可以接受核四的人 越來越多 所以這凸顯什麼 這五年的能源政策 其實是讓民眾不安心的 民進黨就要去思考就是 我拿到了執政權 照理說我的主張 可以更讓民眾接受 不管是用洗腦 或是用實際的主張 我用綠能發電接起來 或是我用其他的能源接起來 可是到最後 尤其是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年輕人 反而支持所謂的乾淨能源 就是核能 這次民調呈現這種變化 所以今天假設投票率 全國加起來 大概只有四成不到 大概只有四成不到 可是藍綠都在高度動員的情況底下 民進黨也大概只吹出兩成 民進黨的基本盤 假設佔全台灣的30% 那這30%他只吹出兩成的話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警訊 因為你看 他這一次等於是當作大選一樣的操兵 每一個候選人有KPI 然後每一個候選人必須要辦活動 活動也跟選舉一樣的高規格 燈光音響舞台 然後大咖到處跑 便當滿天發 但是結果如果到最後 開出來的投票率 大家其實這個低投票率 是藍綠都要承擔的 因為這藍綠都在呼籲自己的支持者出來 結果還是這麼低 顯然跟當時陳柏惟那一次的 這個罷免案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今天也問了幾個 就是我以前認識的藍跟綠的朋友 綠的人 這次有很多放棄出來投票 為什麼 放棄投票 放棄出來投票 所以他們投票率也很低 為什麼放棄出來投票 他說第一個 我當年可能是因為 食安支持民進黨 或是因為環保支持民進黨 你現在推翻了這一些 我也不可能去支持你國民黨 可是要我出來投不同意票 我也投不下去 我怎麼可能要吃萊豬呢 我怎麼可能希望那個三階的塔 那個剛柱就這樣插在藻礁上面 我投不下去 我支持民進黨 可是我真的投不下去 我只好放棄 乾脆不出來 我只好放棄投票 那對於一些中間選民 它是什麼 恐懼牌奏效 中間選民 他也不想吃萊豬 那恐懼什麼呢 他也不想吃萊豬 他也覺得 為什麼我們要去破壞生態 可是因為政府告訴我們 如果你沒有進口萊豬 怕孫無頭路 股市會下跌 台美關係會生變 台美貿易協定簽不成 沒有辦法出口了 中間選民 他就是經濟選民 他會相信政府的話 他會相信這種 因為畢竟他叫政府 他叫總統 他叫院長 他會相信 可是你叫我真的去蓋下 我要吃萊豬 我也不想蓋 因為我不想嘛 可是我也不敢 不敢去蓋下那個同意票 所以搞得 這個中間選民 根本就放棄投票 所以到最後 投票率這麼低的結果 是藍綠 都在動自己的基本盤而已 可是民進黨的基本盤是大的 民進黨這次的動員力道是大的 他是在仿造就是 大選的這個規模 那他們應該要去思考 如果2022年的大選 他們同樣這樣 便當一場一場地辦下去 便當一場一場地放下去